這個戰略就是想辦法破壞 既有遊行規則 有本事人就想辦法破壞 沒本事只有follow人家的遊行規則 所以 假如今天你的優勢夠 夠實話 你大膽的破壞既有遊行規則 我想最簡單的就是像騰訓 騰訓今天你他面對這個 阿里巴巴各種進洞戰的時候 他當作搶奪這個事啊 他就直接用倒過來的思考 他就用送紅包 好 鼓勵開幕 一個春節花了20億人民幣 撒紅包 開了3000個等號 就墊進3000萬個等門號 倒過來就 所以有時候你的經營模式 你大膽然後你有破壞性創新 所以我上次覺得破壞性創新在競爭裡面是非常需要的 不是你這樣打我我這樣回應你 我不信得嘛 有時候不理你我從床邊打你一下就可以了 我當作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 台灣台灣最著名的就是洗衣粉 洗衣粉今天有白蘭啊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白蘭也有花王 各種競爭都有 而且他載武力已經高到50%啊 就像那個白蘭洗衣粉 要打贏他非常困難 所以花王最後成一個就是側面攻擊 我說我做花王洗衣精一死零 用濃縮洗衣精的概念 我不從價格也不從洗衣粉那裡 就像他一樣那樣